哪項行為最不傷你的消化道 1 聚餐被逼問殺食生小孩 2 吃東西乾濕分離 3 吃太撐直接解開腰帶 請問了 我會答對 3 為什麼 如果你吃太撐的話 這個還很緊 不就等於是 當你這樣子的時候還去壓它 我跟你講 雖然我本人沒有按到 但是我就是還滿建議你選2 1 1要換的是纏稻 纏稻 1是 他為你什麼時候要生 1的話是傷纏稻 他不是逼你馬上生 我說他優關的是纏稻 你要生就可以生你 我說他優關稻是纏稻的問題 跟消化道沒關係 可是吃東西乾濕分離 不傷 也不傷 因為 乾濕分離比較不傷味 因為其實我知道 一邊吃飯 一邊喝湯法 對 胃不好 但因為我覺得3也很有道理 但 沒有 我只覺得3跟剛剛講的 有直接 但因為他們如果蟹體的話 他們等一下要去跑操場 跑操場 他們沒有蟹體 他們只是在告訴我們 要怎麼樣避免 正確的姿勢 對 你還給他們台階下 對 我給你台階下 所以你是不是講了蟹體了 到底 會不會因為你解開腰帶 你就會吃更多 不要不要等到元宵節再猴打 不要等到人家哪裡 原菜市場一樣 就有吃 我都看不下去了 2 確定2 對 不要 好 他們的答案是2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1 我好笑老東指揮按鈴不會答題